第280章 禅明 夜林里的风雪昼蜜 然而那片看似轻飘飘的宝雪 却没有被呼啸的夜风吹走 也没有混入蜜雪里消失无踪 而是孤独冷傲的自天而降 无事周遭的恶风与同伴 缓缓地飘落下来 落在了三供风的肩上 清禾郡的三供风 被那僧人手印所付 盘膝坐在雪中 根本动不得分毫 眼睁睁地看着那片宝雪 落在自己的肩上 不禁有些困惑 当宝雪飘落下来时 僧人停下了向湖畔走去的脚步 草鞋深深地陷在了后雪中 然后转身望向那片宝雪 沉默不语 林子里忽然响起一阵 稀稀疏疏疏的声音 这声音如尖锐冰片在摩擦 伴着风雪 自然显出了妻妾的感觉 听上去犹如蝉鸣 蝉是属于夏天的生物 遇到秋风便沉默 在语境中 寒蝉便是沉默 然而今夜 风寒雪昼 这片林子却仿佛出现了无数之蝉 那些蝉藏在树之后 躲在翘起的树皮里 悬挂在珠网间 坐在冰雪中 看着从天而降的风雪和风雪中的那名僧人 放肆地鸣叫着 蝉声震震 满林寒蝉 林中寒蝉鸣叫的声音越来越密集 越来越厉害 树压上积着的厚雪被震得疏疏落下 然而湖畔雪林上空 却似乎又有两面大而透明的无形蝉翼 遮蔽了整个天空 让此间的蝉声没有一丝溢出林外 凄厉的蝉声 比冰雪更加寒冷 比夜风更加难以捉摸 在四处冥想 在四处归迹 又在四处复苏 最终落在那僧人的耳中 林中的蝉声 仿佛在冷漠地说 回头是岸 僧人听着那越来越妻妾的蝉鸣 脸上的神情越来越凝重 他叫七念 他来自不可知之地 悬空寺 是强大无比的佛宗天下行走 因为四中经卷上的记载 他远来长安城 要看看那名传说中的冥王之子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准备 哪怕是面对书院 也要将那人杀死 子修闭口禅以来 他的禅心愈发坚定 意志愈发的坚毅 便是长安城里的无数强者 城南的那座书院大山 都不能让他心神烧矣 按道理来说 没有任何声音能够阻止他的脚步 但这禅声不同 因为他清楚 这禅声代表着一个人 那是世间最神秘的一个人 甚至可以说是这世间最可怕的一个人 莫说是他 即便是悬空寺讲经首作在此 听着这些生生妻妾的禅明 也必须以最慎重的态度来对待 七年的神情凝重 甚至还带着晚辈应该有的恭敬 他的眼神依然坚毅 缓缓伸手指向身后的燕明湖 他用这个动作告诉禅声后面的那个人 他的彼岸在那边 清和俊三供奉此时的身体 被佛宗手印幻化的血绳所付 根本动不得分毫 但他能看 他能听 听着林子里七切的寒蝉声 看着尖头那片薄如蝉翼的血 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神情越来越惊恐 他是位知命境的大修行者 在清和郡藏书楼里 知晓了很多修行世界的秘密 他虽然不能确定 但已经隐约猜到了林中那人的身份 能在如此风雪夜里引发一场禅明 能够让玄空寺大德神情如此凝重 自然只能是这世间最神秘的 魔宗宗主 二十三年禅 当年魔宗山门覆灭后 这个曾经在世间掀起了一场场血雨腥风的势力 已然凋敝 但没有谁敢无视当代的魔宗宗主 很多年过去 没有任何人见过这位魔宗宗主 甚至没有人听说过此人的消息 于是 这位魔宗宗主便成为了修行界里最神秘的传说 有传闻说 这位魔宗宗主修炼二十三年禅走火入魔 早已化为一堆白骨 但也有人说 这一代魔宗宗主正是隐匿在世间的某处 冷漠地注视着世间的风风雨雨 随时可能出现 再次呼风唤雨 但不管怎样 修行界里 没有人会遗忘此人 哪怕是坚信他已死去的人们 其实夜深梦回时 也惊惧不安 总觉得将来某日 这位魔宗宗主 会在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时刻 重新出现在世人面前 确实是一个所有人都想象不到的时刻 至少是清和郡三供奉 无法想象的时刻 就在书院宁缺 与夏侯大将军决战之前 佛道两宗天下行走 皆至风云寄讳于长安城之时 二十三年禅 竟然重现人间 三供奉惊恐无比 然而紧接着 他想到魔宗宗主 现在与玄空寺大德对峙 自己说不定能够密到一线生机 眼珠下意识里转动了一下 他眼珠微转 余光里看到自己的尖头 那片薄弱禅意的血 然后他想起 自己忘记了传说中的一些事情 传说中 这位魔宗宗主 杀人不多 但那是因为他不屑于杀普通人 他认为 只有知命性的大修行者 才有资格被自己杀 传说中 这位魔宗宗主之所以是世间最神秘的人物 是因为他会杀死所有听过禅明的人 三供奉是知命境 而且今夜 他听到了禅明 三供奉想明白了这件事情 然后便死了 那片薄如禅意的血 振斥而起 轻轻地挟进了他苍老的脖颈 鲜血从他的脖颈喷进而出 向着风雪里狂洒 发出嘶嘶的声音 一如禅明 禅明 乃是禅腹骨膜震动之声 刹那能震万次 是以清亮处能裂脖 七晚处能催泪 消色处能暗神 血水喷溅发出的声音 是血液与伤口的摩擦震动 与禅明的原理很相似 所以声音也很相似 可以同样的击除 亚伯僧人转身望向盘膝 坐壁深血中的清和俊三供奉 微微粗眉 知道这是林中那人对自己的警告 他是佛门弟子 能杀人却不愿杀人 所以先前只是以佛宗手印 附住那位供奉 然而没有想到 却成了那个魔宗强者的帮凶 僧人知道那位二十三年禅 为何会重现人间 为何会用禅声阻止自己 走向阎明湖 因为夏侯是魔宗的叛徒 是二十三年禅 必然要杀的人 如果这位魔宗宗主真的死了 那么自然没有什么 但他既然还活着 那么他一定要杀死夏侯 或者说看着夏侯去死 因为书院和大唐朝廷的缘故 这位魔宗宗主大概隐忍了很多年 今日既然书院决意对夏侯动手 那么他怎么允许别人插手 二十三年禅或许会畏惧夫子 但他绝对不会畏惧玄空寺 或者是织守观 亚伯僧人能明白禅声的意图 但不代表他能接受 佛宗向来被浩天道们称作外道 但毕竟是正道的一属 虽然明知林中的那个魔宗强者深不可测 可意志坚毅如他 又怎会就此却步 他是玄空寺的传人七念 他开始愤怒 视为称不是娇称也不是怒称 僧人依然紧紧抿着嘴 目光坚毅 双手在木面袈裟前幻化不定 虚余之间便结成了一道意味凛冽的手印 佛宗大手印里最为光明 威力最大的不动冥王印 旧袈裟前 那两只看似寻常的手指 翘指如蓝 香搭如梨 磅礴的气息顺着手印所向 向着雪林四周散去 无声无息间 林间积雪骤然上天 顿时把空中的风雪都震得一致 夜林里仿佛无所不在的蝉鸣 也随之一致 然而随后 蝉声再次响起 而且这一次愈发的明亮暴躁 仿佛是一个人在放肆地大声嘲笑 林中风雪更急 坠落得更急 刚自地面震起的积雪瞬间又重新铺满地面 空中飘舞的雪 痴痴作响射向七念的身体 七念神情不变 草鞋青彩雪面 右小腿弹起 击打在自己左腿七弯处 就是坐到雪地上 坐了个半朵莲花盘 漫天积舍的雪片 就像是无数只蝉 鸣笑着击打在七念的身体上 七念的身体表面 仿佛有一层无形的屏障 那些雪片在距离 她身体还有半寸距离时 便再也无法前行 然而那些雪片也没有落下 而是像绵续般 粘在了她的身体表面 不过刹那间 七念的袈裟上 便积满了雪 只剩下头脸 还有身前 截着冥王不动印的双手 还在外面 看上去就像一个雪人 七念望向夜临深处 看着睫毛上渐生的寒霜 脸颊上的肌肉微微抽动 似乎在犹豫 要不要开口说些什么 她苦修了十五年的闭口禅 今夜终于要开口了吗 就在这时 夜临深处忽然想起一道声音 那声音是那般的田径 与林间暴躁的禅鸣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如此田径的声音 说出来的话 却是如此的冷酷 一若开口说话 我便在世间造十万哑吧 听得此言 僧人大怒 圆征双目放向夜临深处 灼烧的眼睫上 冰霜蒸腾为水气 身上的积雪化作温水躺下 她知道 即便是今夜自己破戒开口 也不见得能战胜那人 但那人却一定能在世间 掀起一场血雨腥风 若面对的是书院大先生 或者二先生 甚至是夫子 僧人都可以不加理会 因为他知道 书院形势 必不会如此无耻 但那人是二十三年禅 那人是什么事 都做得出来的 所以他怒 却依然开不了口 夜临深处那人 在说了这句话后 也再也没有开口说话 但七年知道 他还在这里 因为禅明还在继续 僧人无法说话 自然也无法叹息 只能在心中 轻轻叹息一声 然后散了不动冥王印 双手合十手心 然后缓缓闭上眼睛 雪片继续如落蝉一般飞下 附在僧人的身上 附住了僧人的五官 把这位玄空寺的传人 变成了夜林里的一座雪人 落了整整一天一夜的雪 在此时忽然渐渐小了 林中的禅明声 也渐渐弱了 却显得愈发的妻妾 寒蝉妻妾 对东湖晚 咒语出歇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